這條數我們觀察到這三個份數份子的部分都可以被拆解 例如這個我們可以抽個x出來 然後裡面就變成y加1 那麼你見到呢 剛好這個份母又有x加y加1 那麼一個乘一個加呢 那就令到我們想起不如拿一個recipical 將它們全部都拿去倒數 那麼我們看看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麼剃了它變成倒數之後呢 那麼第一條呢 我們就可以寫成這樣 x加y加1 那麼下面份母的部分就變成 x y加1 那麼由於剃了倒數 那麼右手邊呢 都要拿回倒數 二的倒數呢 當然就是二分一了 那麼然後呢 三和四都是 就是下面第二條和第三條呢 都是這樣做的 那麼所以我們就會有x x加2 然後這個呢 就有x乘以c加2 這個就等於三分一了 最後這一塊呢 又複雜了一點 不過都是一樣的意思而已 就是y加1 整塊東西 再加c加2 那麼下面當然就是兩塊成在一起啦 然後就等於四的倒數 那麼為什麼我們又會化成一個這樣的form呢 那麼大家知道了 份子呢 如果是兩個數相加 那麼而份母又是同一樣哥兩個數相成的話呢 那麼這個form呢 我們又可以再變的 那麼再變完之後呢 我們就會有一條這樣的顏色啦 那麼 那麼用第一個來做例子啦 那麼就會變成1over這堆東西 1over y加1 這塊東西 然後再加 1overx 那麼這塊東西呢 就等於二分一了 那麼下面這一塊呢 都是一樣 全部都是一樣的處理方法 三分一啦這個是 最後一個呢 就是 這個東西等於四分一的 那麼你發覺呢 這些分數呢 其實一模一樣的 你如果把三條色呢 全部加起來呢 那麼 那麼左手邊每一個分數呢 其實都出現了兩次的喔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把它加起來之後 除以二的話 我們就會得出一條這樣的色 1overx 加 1overy加1 加1overc 加2這一塊東西呢 就等於13 over24的 那麼如果我叫這一條呢 就叫做色1啦 這條是2 這條是3 那最後呢 這一條是4 那麼你又很簡單的 我們看到呢 如果我們把4減1的話呢 那麼這兩個就沒有了 那麼我們剩下一塊東西 然後就得出一個數 那麼所以呢 如果我們4減1呢 那麼就會有 1overc 加2 這塊東西呢 就等於1over24 那麼所以呢 這塊東西呢 就等於22啦 那麼4色減2色呢 一模一樣 都是這樣的處理方法 1over 1over y加1 這塊東西 等於5over24 那麼所以y呢 到頭來就等於19over5啦 最後 4減3呢 就1overx等於7over24 那麼x當然等於24over7啦 那如是者 那如是者 這三個就是我們所需要的解啦 那如果整理一下呢 那麼我們就可以寫整齊它啦 由x開始先 x就等於24over7啦 y等於19over5啦 而c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22的 那麼這個呢 就是今次題目的題解啦 4 5 6 6 7